來妹妹 媽媽今天烤你到腦筋起酒吧好不好 好 你看 如果你打得出來的話 那媽媽今天晚上就帶你去吃燒烤 嗯 好不好 好 你看 父親叫芹菜 母親叫香菜 那請問 孩子叫什麼呢 父親和母親都有菜 有菜子 確定他們的孩子也有菜子 是嗎 嗯 那父親 跟母親都有菜子 所以他們的孩子肯定也有菜子是吧 嗯 那你覺得 那他們的孩子 這什麼菜何事呢 白菜 白菜 白菜啊 白菜不對 空心菜 空心菜啊 嗯 那 芹菜跟香菜的孩子叫空心菜 那也不對 再想一想 韭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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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的孩子叫清菜 韭菜 也是不對 還是不對 哎呀 那我想一想 想一想 想一想 啥啥 包菜 你笑死我了 还在包菜 还是不对 还有个紫菜 那也不对 想一下 还要想一下 想得出来吗 娃娃菜 他们的孩子叫娃娃 所以叫娃娃菜 叫娃娃菜 是吧 那对不对呢 那怎么办 不知道对不对呢 怎么样 让我们去问问评论区的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 有知道 母亲家 情菜 母亲家香菜 他们的孩子叫什么 有知道的请家评论区留言 是啊 那你们觉得他们的孩子 应该叫什么的 可以一起在评论区留言 探讨 谢谢大家 拜拜